哈囉,我是滴妹 今天要來介紹 Ellen Walker 的 Fade It 歡迎回到滴妹的音樂系列 那上一集我們介紹了 Charlie Puth 的 We Don't Talk Anymore 那今天則是要介紹大概是有史以來最多人推薦的 Ellen Walker 的 Fade It 不過實在小告解一下 在大家推薦這首歌之前我完全沒有聽過這首歌 不過真的太誇張,多人推薦這首歌 然後去搜尋一下發現不得了了 真的是紅到炸掉的歌啊 這是一首在尋找某人、某物或是某地的歌 也有可能是迷失了自己在尋找自己的歌 那今天也會對歌詞做解釋跟分析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這首超夯的歌吧 Why did you feel us? Another start You fade away Afraid our aim is out of sight Wanna see us Alive You were the shadow to my light 這句歌詞的翻譯是 你伴我如影隨行 在有光的地方就會有影子 從他使用的 shadow 跟 light 這兩個字可以發現 他們倆的關係是非常親密的 光影並存,無法分開 但其實若要描述無法分開的兩人 一定有更好的字句 但他選擇用影子這個字 給人一種黑暗跟失去的感覺 彷彿在預言接下來會發生的事 注意這裡是用 were 過去式 代表雖然從前是那樣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了 Afraid our aim is out of sight Wanna see us alive 這句歌詞的翻譯是 害怕我們失去目標 但希望我們不要放棄彼此 AIM 在這邊當作名詞是 目標、願望 或者是想要達成的事情 那 out of sight 這個片語是 遠到看不見的意思 那你也可能常聽到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這個言語 那它的意思是 因為看不見的關係 所以就容易遺忘 那 wanna see us alive 這邊的 alive 除了有生命上活著的概念 也有可能是在說 希望他們的關係能夠活著 也就是不要放棄彼此的意思 Where are you now? Was it all in my fantasy? Where are you now? Were you only imaginary? Was it all in my fantasy? Were you only imaginary? 這句歌詞的翻譯是 全都只是在我的幻想裡面嗎? 難道你只是我的想像嗎? Fantasy 跟 imaginary 其實兩個字非常的像 都是不真實的 那這邊想要呈現的感覺是 因為它所珍視的東西消失的太快 讓它不盡懷疑 這一切是否只是夢 只是幻想 不斷重複的 Where are you now? 也營造出一種一直在大聲吶喊 尋找的感覺 這句歌詞的翻譯是 這潛水從不是我所求 我要放手去尋找我要的 shallow 就是淺 而 meet my needs 這邊的meet 就是符合 也就是符合我所要求的 let go 就是放手 而 deeper dive 就是往更深的地方潛下去 也就是放手去尋找一個更深層的境界 Eternal silence of the sea I'm breathing alive 這句歌詞的翻譯是 在永恆寧靜的海洋中 我活著 呼吸 Eternal 就是永遠 永恆 Silence 則是安靜 在寬大的海底下 享受海洋的激進 卻終於感覺好像活著一樣 難夠呼吸 Under the bright but faded light You set my heart on fire Where are you now? Where are you now? I'll let us I'll let us Under the sea Under the sea Sender the sea Where are you now? I'm under the dream The monster's running wild inside of me I'm faded I'm faded I'm faded So lost Unfaded Atlantis Under the sea Under the sea 這句歌詞的翻譯是 亞特蘭提斯在無從勁的海洋底下 Atlantis 就是亞特蘭提斯 傳說中它是一個擁有高度文明發展的古老大陸 但是最後卻沉入大海中消失滅積 這裡會用這個典故是因為哈索遺師尋找的 彷彿就像失落的亞特蘭提斯一般 神秘美麗卻又無法找尋 The monsters running wild inside of me 這句歌詞的翻譯是 內心波濤洶湧 情感肆虐 我迷失了自己 Monster 在這邊可能是指自己的心魔 那Running Wild 也就是四處亂跑亂竄 或許因為找不到自己所尋找的東西 所以它接近瘋狂 也漸漸的迷思自己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歌曲分享 如果想要聽原曲可以點這邊的卡片去看看 Alan Walker 表示 這首歌最棒的地方就是歌詞的含義 跟想要傳達的東西 對每個聽歌的人都不一樣 所以歡迎大家一起聊聊討論 大家覺得這首歌想要表達什麼呢 那下次大家想要聽到什麼樣的歌呢 記得在下面留言 下次分享的就會是你喜歡的歌喔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請幫我按個讚 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的影片請按這邊的按鈕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們每個禮拜一跟四的晚上九點都會有新影片喔 那我們在Facebook跟Instagram也都有帳號 可以用阿滴英文或者是 Ray Du English 來搜尋到我們 那就是這首歌曲 謝謝大家收看 as always and I'll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see ya oh my goodness oh my goodness